以巴局势复杂多变 随着埃及和加沙地带边境的拉法口岸 有条件重新开放之后 各国都抓紧时间撤离侨民 五国也不例外 政府承诺会竭尽全力 将滞留在加沙的大马人接回国 其中包括37岁的大马籍女子努努爱因 和她的巴勒斯坦籍丈夫 两人已经安全撤离战区 自订阅女子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促进一步 然后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促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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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相拿督斯利安华 是在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 第八次紧急峰会后 前往麦加小朝盛期间 和这对夫妇视讯同化 首相促请努鲁爱因 在回国之后 向人民解释当地的实际情况 外交部今天也发文告证实 这对夫妇是在当地时间 12号晚上8点23分 通过拉法边界关卡离开袈裟 安华还说 这是他10月23号访问埃及期间 和总统赛西会面协调之后 所带来的撤侨成果 并感谢埃及政府简化程序 让大马公民加速撤离袈裟 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